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民图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游戏 淘金者二代 好 这儿游戏已经开始 观察一波 直接挖坑下来 踩着三个炸弹人的头 直接过来 好 要先捡第一个 挖个坑 诶 这是拉一个炸弹人 过来啊 等一会儿 让他被埋死 埋死之后呢 他会复活 诶 刚好复活在这儿 必须要让他复活啊 如果这儿不复活的话 这一连串的 这个金块你是捡不到 OK 踩着他的头 这一步当年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很多很多玩家都没想到 OK 让他拉出来之后 再捡这边 跳下来 好 等他 等他愈合 继续过来 好 这儿要捡了之后 要赶紧 赶紧回 回去 对 然后再挖个坑 OK 跳下来 好的 捡上最后一个 那这样的话 第一关结束 可以看到啊 第一关的难度 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当年我估计很多玩家 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第一关都过不了 OK 来到第二关 第二关的话没有砖块 好的 开始行动啊 看一下大神是怎么处理 对了 忘记介绍今天的大神玩家了 玩家的ID叫大爆鸡 这个名字非常的犀利 非常的犀利 OK 直接拉下来 来 这儿把他们控了一下位置啊 让他们往左边走 别让他们跟过来 跟过来的话可能会影响 接下来捡这些 尽快 这是在等啊 等他们到同一个位置啊 左边的同一层 哎 你看 刚好 不然的话 他们会跟着过来啊 这样不太好啊 他们又过来了 看一下是几个 五个 非常的漂亮啊 nice 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波 把他们全部带走 好 让他们上右边的楼梯 别让他们往左边走 OK 这样的话 可以把下边全部剪 剪上 他们的身上是没有带的啊 带的都全部拉出来了 现在只需要把这些剩下的剪完就OK 好的 再来转一圈 今天大神表演的呢 也是一个速通啊 虽然这个游戏 速通是速通啊 但是因为难度 关卡比较多 所以速通的话是好几个小时 也是好几个小时 所以咱们这儿也是分成好几集啊 分成好几集给大家录 一集的话是肯定是搞不完的 差不多要分成三四集左右吧 可能要更多四五集 好 这一关全是楼梯 拉了一下炸弹人的位置 直接冲过来 再控一下他们的位置 诶 这儿非常的细节啊 让他把这个金块给拉出来 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就可以剪 好的 这样的话一个一个的剪 好 往左边走的话 炸弹人就会卡住 OK 卡住 好 这儿又一个 反应非常快 好 这儿要赶快剪 挖一个坑 让他过来 掉进去 好了 现在就只剩上边那一个 好 等一下赶紧过 下 遛狗 把他们遛一遛 大弹人的智商不是很高 好的 这样的话就剪上最后一个 去过关直接爬上去 好的 第四关 好 看一下这一关的话 一层一层的往上剪 但是每一层的话是有一个炸弹人在 给你捣乱 看一下就是这个炸弹人 要处理好 好 跳下来 先把右边剪了 再回去 好的 OK 那这样的话 下边一层就剪完了 好 往楼梯上一坐 让第二层右边的那个炸弹人往左边走 然后把砖给挖掉 这样的话 他就会走到这个楼梯 好 走过来 把他们放到左边 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安全的来到右边 好 第三层的话 也是同样的道理 好 这时候炸弹人已经开始向 右边走了 这一层的 第三层的 先把砖给他挖开 他上楼梯给他挖个坑 OK 这样的话赶紧来到最上边一层 最上边一层的话 应该也再往左边走 看一下是在上边还是下边 他可能在那个单杠上面 在单杠上面 好 下来刚好埋住 剪了之后直接过关 这一关就是要处理好 每一层给你捣乱的炸弹人 处理好了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好 这一关的话 这一关的话 应该会放一个炸弹人过来 但是这儿 可以看到 先下到底 让这个炸弹人填到这个坑里边 好 这儿的话开始挖坑 挖 多挖大一点 让他们都过来 好 这儿留了一下 这儿打了个时间差 非常的漂亮 这儿的话只放了一个过来 非常的完美 这个时间差打得非常的nice 好的 让他过去填坑 填坑 OK 成了 再拉一个一个的拉过来 好 这一关的难度 主要就是在第一波 不要放多了 放多了 这炸弹人过来的多了 可能会把路给你堵死 这个就非常尴尬 好 直接来到顶上 等着他们过来 好 这儿的话要跳坑 但是要先挖一个坑 再跳 再挖 OK 那个哥们用楼梯控一下 对 非常对 让他控到这个坑里边 好 现在就等他们下来 往下一个走 OK 让他们往右边走 这样的话两个人 两个炸弹人都往坑里走 好的 那现在的话就从上捡 把他放下去 必须要把他放下去 因为下边有一个大坑 这四个炸弹人必须要重复利用 不重复利用的话 过不去 好 踩着 就这个坑 然后就是右边 右边的话 就比较简单 因为没有炸弹人来捣乱 先捡最外边这一个 好 这里要挖大坑了 好 这个就看先捡哪一边 先捡右边 好 一直往下挖 不然的话你下去捡了也出不去 把墙给挖掉 OK 那现在就只剩下左边 还是同样的位置 现在是从左边开挖 OK 现在也是一样的 把墙给挖掉 不然的话下来捡了出去 好的 最后一个 这个的话直接挖了往下掉 这是一个空心的砖 OK 过关 这一关的难度大家可以看得到 非常高 要是不看的话 可能大家自己去玩都过不去 非常非常的难 好 这一关 非常的分散 数量不多 但是非常的分散 看一下从哪边入手 好 来到左边 先把这炸弹人填到坑里边 OK 一个 好 下来 快走 把他们带着 一路往下走 好 拿到左边 让他进坑吗 哎 进坑了 OK 先把他们空到坑里边 免得一直跟着跑 跟着跑的话捣乱 好的 现在只剩一个 等一下他 等他过来看一下填这个坑 OK 过来填坑 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的话 下边就有一条路 好的 再次往上走 好 再可以看到 这就是为什么 让他们填坑的原因 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就不会掉到坑里边 踩到他们头上 好 一层一层的剪 顺着路剪 从上往下 好的 现在是从这 下来 OK 没有几个了 这还有三个 这一关的金块 看似 砸了碗无章 但是还是被大神安排得 精进有条 OK 现在放下去 填坑 再放 还有一个坑 OK 填上坑 剪上最后一个 赶紧去过关 这也是 这一关炸弹人 只能当踏脚板 这敌人 虽然他会 把你给碰死 但是 有些关卡少了 这个炸弹人 你还真过不去 就像刚才这一关 如果没有炸弹人 来配合你的话 你还真过不了 好 这一关的话 看起来地形 非常的奇特 先来到最上边 好 这儿再等 等这个炸弹人过来 也是填坑 等一下 来了 等一个就行 好 不要来多了 对了 OK 填住一个 好 把它往左边拉 一路往下填 好 挖坑 让它往下走 好 和刚才的套路 是一样的 好 这一关的话 就是利用这个炸弹人 疯狂的填坑 一层一层的填坑 好 现在是 从里边再来 还一样的挖坑 等它走过去填住 好的 先让它把身上的拉出来 它身上有一个 好 赶紧跑 这儿的话 差点被前后包夹 好 现在左边 全部拿下 现在来到右边 好 一样的挖开 一层一层的往下捡 好 踩着头往下捡 一样的 这儿可以看到 它们的砖的空心砖的位置 都是一样的 好 让它把身上那个拉出来 OK 现在就剩里边那一个 好 这儿空一下位置 让它跟着咱们走 不然的话 一会儿捡完 最后一个 它在下边 给你来一个左右包抄 和这个炸弹人一起 就非常的难受 好 刚才要是 不空它的位置的话 它现在在最下边 左边 这时候就来了 这时候就来了 刚好合适 刚好遇到 好 这样的话 全部剪完 非常的稳 另停三分 不抢一秒 比较的保守的打法 但是非常非常稳 刚才如果没有把它 往右边拉的话 可能剪完 刚好掉下来 遇到 那就非常的尴尬 好 这一关的话 金块不是很多 但是路线非常复杂 前边的话 有三个 在前边挡着路 先拉一个进来 好的 这样的话往下走 它自己就会掉下去 自己会下去 再拉一个 好的 拉进来之后 现在就可以去剪了 剪了之后 从右边的长楼梯上去 然后再从左边走回来 因为左边刚才已经被拉进来两个 所以的话 挡路的炸弹人就不是很多 就比较的安全 OK 现在只有一个 把它放下去 好的 现在就全部错开了 这个位置就全部剪完 全部剪完就OK 好的 下来 好 再往下还有一个 OK 直接过关 这一关的路线非常非常的绕 如果你不熟悉这个路线的话 有很大的几率会和这个炸弹人撞车 好 这一关的金块是非常多的 先直接挖坑下来 剪掉最里边 挖个坑再出去 把楼梯上的也全部收掉 这一关的话 应该会把这个炸弹人放进来 然后把门给他关上 好 这放一个进去 放两个 OK 把这个也放进去 没有进 进了 OK 这样的话 把他们关在里边 不要让他们打扰我们 剪金块 淘金 再来一样的套路 都给他放进去 OK 两个又进去 好的 现在只剩一个 来了 就剩他了 好 让他们下去 团聚 但是他没有选择下去 有点调皮 有自己的想法 不过没有关系 现在五个炸弹人都被关在下边了 那这样的话可以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的收集这个金块 好 这要挖着坑下去 不挖坑的话 一会儿你走到里出不来 好的 挖坑 挖下来 好的 没有人打扰 就是爽 他是出不来的 走左边出不来 只能走右边 好 一层一层的剪 再从楼梯上 好 还要转一圈 先剪里边 好 也是挖坑下来 OK 再转一圈 再转一圈 差一点 差一点掉自己的坑里边了 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 这个只能最后剪 不然剪了你就回不来 好的 来到第十关 也是啊 非常多的金块 这一关的话要一层一层的剪 好的 先踩头直接上来 挖着坑 挖着坑的往下剪 好 上这个单杠 好 这儿的话就是左右剪 然后在中间挖坑 一层一层的剪 OK 再次往上 好 继续 好 这儿的话又是差不多一样的 左右剪 然后中间挖坑 OK 好 这儿的话就是左右剪了啊 这儿全在楼梯上 好 踩着单杠下来 左边全部剪完 好 先挖一下 打一个时间差再挖一下 OK 这样的话可以进去啊 如果你同时挖的话 它同时愈合你怎么都剪不了 所以一定要等一下挖 好 赶紧 快出去 好 全部剪完之后在这儿等 等一下啊 这一个等啊 等的这几秒钟才是这一关 最关键的地方 等那个炸弹人上楼梯 这时候直接过来 如果他不上楼梯的话 你就完了 你下来你没地方躲 直接凉凉 所以这一关的最后难点啊 就是在刚才站的那个位置 等了几秒钟 让他上这个楼梯 上到同样的高度之后 他会掉下来 这时候趁他掉下来的时间 咱们赶紧过 搞了半天 最后那几秒 等的那几秒才是最关键的啊 好 这儿踩头 过来 打坑 好 再挖一个 延缓一下他上楼梯的时间 好的 来到这个 这一柱 好的 这炸弹人往上爬了 这个时间好像卡得刚好 哇 非常的完美啊 刚才挖了一个坑 延缓这个炸弹人上楼梯的时间是刚刚好啊 非常非常的细节 这样的话又节省了一大波的时间 非常的牛逼啊 刚才这一波时间的计算 时间管理大师 好的 这一边的话还是一样的套路啊 一样的套路 利用这个炸弹人 踩他的头 好 他会往下落 OK 跟着他的屁股 这样的 踩他的头 好 先剪这一个 来 好的 现在就是 最后一个 这一关非常的漂亮啊 处理得非常完美 好 踩头杀 下来 瓦坑 OK 最后一个赶紧过关 这一关处理得相当完美啊 相当相当的完美 十二关 哦 这一关的话 和第六关有点 类似 第六关是凹进去的 这儿是凸出来的 好 看一下 这一关的减法的话 应该是大同小异 好 这儿还有 空心砖块 这种空心砖块 一定要记得位置啊 如果记不得位置的话 就比较的危险 好 这儿的话是 把它放下去吗 让它卡到中间 哎 刚合适 卡住一个 完美 这样的话 落下来吃了一阵 再来吃一排 非常多的空心砖块 好 这儿 空一下他们的位置 来少一个 拉出来一个 让他们也跟着走嘛 把他们 全部拉到这边 让他们集中啊 集中的话 比较的好控制 好的 来了 全部来了 拍拍走 全来了 这样的话 把他们全部卡到这些 十字柱子里边 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能动 好 再卡住一个 必须要这样搞 看似非常麻烦啊 但是如果不这样搞的话 他们这个一直不停的捣乱 可能会给你来一个包园啊 因为这一关是 不好走啊 没有多余的路线 你只能从上往下走 非常地危险 如果被他们包围了的话 好 这儿就要开始 带着他们转圈了 这一关 就是带着他们转圈啊 一圈一圈地把 这些金块全部剪干净 OK 又捡了一波 好的 让他们集中起来 两个 好 买一个 赶紧跑 这儿如果不跑的话 就比较危险了 好 让他们 慢慢地跟过来 带着这个再去转圈 好 让他们两个一起来 为什么要带着他们走了 免得他再一会儿 他们在下边啊 最最下边 你从上边掉下来 刚合适啊 他们下边等着你啊 这就非常尴尬啊 所以带着他们转圈是 比较好的 不说比较好 只能这样带着他们转圈 好的 再带着他们再转一波 虽然感觉是浪费时间啊 但是这样的话 才是这一关的正确的解法 如果不带着他们转圈 这最下边这一层 又没有砖块 你又不能躲避他们的攻击 这个就非常危险 好的 带着他再转圈 先把左边全部剪干净 还要再来转 这一关非常非常的麻烦啊 这个难度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和凹进去的那一关啊 就第六关 这个难度可以看得出是高了很多 好 再带着他转 至少还要转 转个三四圈 才能把所有的金块收入囊中 他过来的妈 不要让他往下走啊 一定要看着他过来 才往下去剪 好 他们三个排起来了 卡住了 他们卡在这里 爬这个楼梯 一定要爬快一点 不然的话 你爬到和他同等高度 他可能会 往右边走 这样的话他就提前出来 好 现在剪完一波 让他出来一个 倒无所谓 好 这儿的话就不用带着他们赚全了 因为 呃 现在 下去之后 剪了之后的话 是离楼梯比较近 你可以看到啊 他们都在左边 现在的金块基本上都在右边 但他们都下来了 下来就没有办法 必须要把他们拉过来 好的 再来 一个的话就可以直接剪 再来 再来赚一波 好 把他们放到这 那么又会到这卡住 好 这时候就赶紧剪 OK 赶紧 剪快一点 现在他们都在左边啊 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威胁 所以要剪快一点 一定不要停留啊 再和他同等高度停留的话 他一下就过来了 这就是这里边的这个 炸弹人的 这个机制 如果你和他在同一个平台 他就会马上向你走来 好 OK那咱们第一波就暂时录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